女人出门这三种裙子要上穿,不加分反而减分,夏天虽然气温很高,总是让人流汗,但是也是不少女人最喜欢的季节,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了。 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天气一热起来,很多女人就有机会穿自己最喜欢的裙子或者是衣服了,能够很好地展现自己的身材,特别是一些身材优势很突出的女人,更是想尽办法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完美身材。 她们可以很性感,可以很有女人味,但是如果穿搭不当的话,就会显得特别一般,甚至是丑,我想没有人想要自己丑的吧。 所以今天小编要告诉大家少穿的三款裙子,不然后悔的是你自己。 第一种,过于宽松连衣裙,有些女生身上肉比较多,一到夏天也容易热,所以很多胖身材的女生就会选择穿一件宽松的裙子。 但是这样的裙子会让你显得比较肿,不管是在显高还是显瘦上面,都有很强的副作用。 直筒的设计只会让你本来可以很性感,的样子变得非常的俗气。 所以小编建议大家选择宽松的裙子,时候不要忘记来一个腰带,这样也能让你人本直筒的样子,有了一点风格,看起来更舒服。 第二种,层次多的蛋糕裙不少身材教好面容教好的女生都比较喜欢层次很多的蛋糕裙,有一种小公主小可爱的感觉,穿起来非常的梦幻,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穿出这样的感觉的。 有些人身材和面容不是仙仙女一般的,如果强行去,装一波,会让你看起来特别的俗气。 如果你用事要穿网纱裙,不妨选择一款双层的大板纱裙,既能够遮住粗腿,也能同样展示出仙仙的气质。 这种裙子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无害的。 第三种,不显气质的类丝裙类丝这种元素穿得好就是性感女人们,穿得不好,就是很吐气做错了。 一些恋爱的类丝,只会让你看起来毫无美感,还显得特别的没气质。 所以在选择类丝的时候真的要当心,而且在搭配上面也是要求非常高的,错误的搭配,只会让原本90分的你下降到50分。 所以不仅仅是在选类丝上不容易,搭配类丝也是很不简单的,所以类丝裙还是少穿为好。 这三种裙子的缺点在这篇文章中,已经体现得很突出了,希望看到这里的小仙女们能够有所领悟。 不要让不恰当的选择阻碍了你在夏天展示最美好的自己,祝本文有时尚的误区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